欢迎大家收看收听这个节目 因为老徐大家知道 快要离开香港 所以我趁此 捉了我的好朋友范祖德 做这一辑节目 但是讲什么呢? 就是讲理财 是 大家都知道 我在Patreon上 有一个叫做趋势系列 趋势系列当中一定要讲理财 但是我只能讲到趋势 而讲不到具体的东西 所以我一想 一定要找一个专家来了 所以就找我这个好朋友范祖德 我先介绍一下你 因为为什么呢? 你买书都会首先要看作者 是不是? 因为这个很重要的嘛 我为什么要听你说的? 我先介绍一下范祖德 其实他最重要的履历 就是在他财经资讯的工作方面 是很长的日子 在1993年至1998年 你都在南华经济 香港商报 苹果日报 任财经的记者 接着到1999年 厉害了 就出任经济一周的总编辑 开始就将经济一周 由2000 订阅到20000 而且不单只出雜誌 又出财经书籍 你搞起财经名罪 这些风潮 又搞一些港座 OK? 之后你就将这个model 这么成功的model 搬进大陆 在2003年算是最早的一批了 真的是最早一批了 就创办这个经济媒体 到2006年 在美国立正大黑 搞到上市 到了2008年 亦出任大陆的理财周刊副理事长 到了现在的时候 你就搞了品证教室 创办人 品证教室 一听好教室 你就知道是讲什么了 就是教你怎么理财 接着也是intro win 的总编辑 大家如果听完这个节目之后 你对范祖德 他搞的事情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在Facebook那里 就有一个品证置库教室 的一个page 是 YouTube也是有的 那就看你今天表现如何 如果表现不好 那就没有了 好了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个节目呢 现在我就会有三集 暂时定的 三集的节目 都是从这个趋势去讲理财 那么趋势是什么呢 我说一下 第一个大趋势就是 人开始越来越长熟 是 那么有一个说法就是 人类基因的设定 最多就是120岁 那么大家看到了 最近其实 八九十岁的人 是很多 越来越多 八九十岁才离开的世界 那么现在呢 如果你看到一个医疗趋势呢 甚至有机会超过一百岁的人呢 是会很多的 嗯 这个产生了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 喂 我们以前想着六十多岁退休 七十岁就走人了嘛 七十多岁就走人了嘛 七十多岁就走人了 那么退休金可能也够花的 这样 但是现在可能不是的了 不够花的 这样 那么这个是一个其中一个 我想是焦虑来的 这一代人的一个其中的焦虑就是 怕不够花的 那些钱不够花的 好了 第二呢 当然就是health 虽然长寿不代表你健康的嘛 嗯 那么有机会呢 你那个叫做 突然之间有一个病的时候呢 就使你陷入一个财务危机了 嗯 第二个趋势就是什么呢 你开始觉得呢 譬如你打工的 你那个人工的上升的幅度 是越来越缓慢了 是 跟我们那个年代很不同 我们那个年代一开始出来 一年是会有几次的加人工的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支歌唱了 实体经济呢 就开始呢 跟股票市场越来越离开的 那么开始呢 有些人觉得 我都不懂得看怎么投资股票 或者传统 应该说 传统的投资理财的工具呢 开始很多人越来越陌生 不懂得怎么玩这个游戏 这三集节目 我们第一集就先讲大趋势 嗯 就是overall 第二呢 第二集我们当然也要讲股票 因为为什么呢 股市呢 仍然是最多人玩的一个 投资理财的一个工具 第三 我们就会讲一下 目前的低息状态之下 有没有一些方法 帮我们可以无本生利呢 我就想问问范祖德 就说 喂 为什么我们觉得呢 现在covid-19 之前呢 这个美中角力战 现在还没完 嗯 实体经济其实是受到很大的冲击的 但是你看到股市又不下跌 楼市又不下跌 我最近被人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 喂 为什么香港楼市还是这么坏 好像没什么跌呢 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 因为 这么说 原来的 或者最 就是教科书就是说 股市是反映经济 但是其实股市 应该是反映买卖的 那个force的对比 嗯 就是买的人多 买的人多 沽的人少就先了 嗯 现在的情况就是 资金融进去资产市场 资金哪里来呢 资金就是很多 中央政府在 中央银行正在资金 很多在covid-19 积压了的消费 投资的钱 没有release 没有放过出来 现在一起放出来 嗯 这次其实跟以前很不同 以前07-08 美国金融风暴 金融海啸救市 印的钱来放在银行 去改善他的balance 改善银行盘涨 嗯 这次直接印 送钱去会国人手上 去消费 嗯 所以整个市场的气氛就很怪 就是说 其实大家对经济前景 未至于说很有信心 但是呢 很多消费品 很多一些 日常的消费品是升的 嗯 所以今次恐怖位 不理想的地方 就是你见到升得最快的必需品 可能食品 可能一些原材料 就升了上去 但是呢 经济 你又看不到企业人 真的升得很虚 同步升 然后更大问题 就是说 其实企业 我都未恢复完 就要面对第二个问题 就是成本上升 嗯 现在已经出现了 就是说 美国的人工成本 美国的一些基本成本 都在升 所以现在整个局面 虽然未到叫滞胀 但是 有点像 什么叫滞胀 就是经济的增长 好像有点停滞 但是通胀 通胀 通胀上来 这个会是一个 会不会一个 都挺大的危机 因为滞胀更加难 比起通胀更加难处理 是啊 从教科书上也是这么说 因为你 如果你是通胀 经济过热 你就加息 或者减政府开支 嗯 反正 如果你的物价向下 或者经济萎缩 你就会减息 或者增加政府开支 但是你滞胀 你怎么办 滞胀 如果你一加息 我本身已经在滞 你加我息 我就倒下去 反正 我不加息 我减息 我刺激你的滞胀 就是停滞经济 但是我已经通胀了 你还减我息 那我就再升 就是两难 这个是一个很文观 或者一个趋势 如果是属于理财的对策 我们就要帮自己计划好 就是说 如何去建立一个好的现金流 因为这个原因是 你再追逐个资产增值 不是不可以 我们很难阻碍发达 但是风力越大 我们现在呢 首先 这三载 我们都会说 比一些可能五六十岁了 就来退休了 然后跟着呢 他手上有些资产 他怎样可以处理这些资产 然后跟着 为自己呢 退休生活呢 有一些的保障 首先 这三集 节目会是这样的 那先说 你是拥有资产了 我们的sumption 你是有资产了 但是刚才范祖德说的 就是说 你不可以纯粹靠 那个资产增值 去sustain 你那个所谓的 未来的退休生活 因为你的风力越大 第二就是说 你用资产 就是资产增值 我当有目标 以前我们年轻一点的时候 就是说 存一千万两千万退休 刚才你说了 如果一两千万退休 我不知道是附学多少年 我今年 如果我50岁 我做了十年十五年退休 但可能我做了三四十年要熬 那我要存多少钱呢 那我三十年和五十年是差很远的 所以你纯粹靠资产增值 做到目标 第一 你都不知道怎么定目标 第二 就是现在这个 其实你看楼价 就知道 刚才你说楼价 香港楼价不停升 但是香港的租金 那个 就是租金的水平 是在下跌的 那就是说 你的资产产生的 现金能力 其实是在下跌的 当然你可以做很多方法的 如果你有层楼 有一些人 就是现在可以做 除了出租之外 还会拿来做一个抵押 去做一个叫做 有物业抵押的一些 所谓的保费融资 那这个是复杂一点 我们在第三集再慢慢讲 意思是 你要想办法 怎样令到 你盘活你手上的资产 盘活的意思就是 怎样令到 现金收入可以提到最高 嗯 因为和其实 我们应该 我刚才开机前有分享过 我们怎么办 以我们想要 每个月有多少现金收入 去回头 去怎样计划 我们可以做到这个收入水平呢 正路思维也是说 我怎样保住我以后 每个月 不是靠打工 不是靠公司的利润 而有一笔的收入呢 这样 其实最近 坊间就 无论是银行 或者是一些保险公司 就出了一些理财产品 嗯 那一些叫做什么呢 叫做年金 好了 年金是什么呢 好了 就是你每一年 放一块钱下去 放五年 然后呢 你终身就可以在那里拿钱的 那拿多少 你自己决定 你要拿2万元一个月的 那你就每年放 可能六十多万的港元 放到五年 那么 你要想拿多些的 那你要放的 本金会更多 这是一种 第二种的理财产品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叫做月息 基本上呢 它又有股票 又有债券 又有什么之类似的 但是呢 它就和其他的理财产品不同 就是 它每个月都会出一些利息给你的 那些派息基金 派息基金 对了 派息基金 为什么现在金融机构 会多了一些产品呢 其实也是符合现在的趋势 就是说 其实就是 给你每个月有一些的收入 就是基金都要留意 因为有很多时候 那些所谓派息基金 它给你指标 它有可能 最后是会在本金 做扣反出来 给投资者 就是有可能 你会维持到息 但是你会蚀了个价 所以有些次呢 有些 有些长辈 有些朋友 是会买那些叫高息股来收息 嗯 一样有这个风险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第一 他现在给到这个息率 但是可能股价会跌 嗯 第二就是可能 这个息率是否能维持到呢 也是一个变数 所以 这么说好像很容易明白 但是又不是那么容易保证到的 所以理财为什么难 就是因为 整个大环境会影响到 我们所有的回报 嗯 如果未来我们通胀是会上升 其实赞券就会跌的了 嗯 那赞券跌的时候 我拿赞券收息 他给到息率 但是其实他可能 那本金会跌 嗯 除非我只能拿到尾 但是一般投资者是不会的 嗯 你是会拿债券基金 所以债券基金就是你那个 NAV的正值会有可能跌了 那你都刚才说实体经济 其实变得很快 因为很多股票 今天强 其实你看到那个Votation 那个轮换很厉害 嗯 就是过去两三年 只要合眼 卖科技股票都赚钱 嗯 今年是败了 是啊 还有很多 很多 其实整个世界变得快了 如果你说趋 其中一个趋就是 很多变数 好像突然间放大了很多 就是政治角力也好 中美啊 或者是中国的政策风险啊 嗯 很多之前很稳健的公司 就会突然间 原来他们已经 就是 已经乐强中光了 很多事情发生 我们都预备了一些data 就是很多 曾经一百大市值的公司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 几个percent公司 股价没了一半 是的 这个可能我们第二集会提到 就是股票那里 究竟是不是 应该买一些叫做大公司 市值大的公司 怎样安全呢 就是这个和 我想传统那个的 一些的 投资股票的 一些的想法呢 可能其实都不同了 现在都不同了 是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做到 第一步的 可以先想 当听到的是有层楼 或者有一千万资产 你就想想 你自己 可以考虑的 一些考虑的资产 例如我买多少是集团基金 我买多少是wisa wisa wisa 可能是领会 可能是其他一些 房地产信的基金 可能他有五里六利息 你就摆上去 自己做个桌子 看下这样 五利息 我有多少息收 做一做自己 收成的资产 你现在我们认识的工具 我们一个月 可以有多少现金流 嗯 就是如果你有五个percent 一千万 一年 那都有五十万 那就是四万多元 嗯 那好像不太差了 那次先有个底 然后再慢慢再翻吞 翻吞的意思就是 看下每一个人的东西 他的风险多大 他其实有什么变数 影响到他中间的价值 或者影响到他的派息 或者分配能力 嗯 那再慢慢翻吞 就是因为我觉得 现在的游戏规则就是 不要打算存到两千万三千万 当然很厉害 存到 但是是不是就够退休 那另外就有一笔钱 就是保障的问题 就是保险的问题 就是有一些 其实我买保险也是 其实买保险 我最近都帮我爸妈 和我自己收拾保险 其实我发现 就买了 买多了一些 有要占底费的保险 我也是 是 因为其实我不是怕 如果战底费五万 我不介意那五万元 嗯 我最怕是上面那一块 就是一个不知顶的一千 我当 什么叫做战底呢 刚刚我就买了一个这样的保险 战底的意思就是 当你有事的时候 你自己要先给一笔钱 然后接着呢 譬如那笔钱当是两万多 OK 然后接着呢 譬如说你 那次的手术费 住院费 是十万 那你就可以claim到 那就是七万多 是的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我想设定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现在真的有一些人 有一层楼 供满了 一千万了 但是他又不卖出去 那他是不是要拿这一层楼 去借钱 还是怎样可以做到一些东西呢 你想想 如果你一层楼按揭 就是五成 或者六成 你借钱的利息是两厘多 嗯 当然这个是危险的 因为你借钱 你就要欠了个孔 但是那两厘多的利息开支 你可以做到一些 比两厘多高的回报 嗯 那就可以赚息差 嗯 就是现在的环境 还是一个低息 就是现在的情况就是 借钱成本还是低 是 那问题就是 有没有一些投资工具 是没有本金的风险 你怎么看这个息差的环境 会大约维持多久呢 嗯 应该 不是 我意思是低息环境 不是息差环境 低息环境会维持多久呢 还有一两年 两三年的 因为原因是 实体经济 除非真的全面复苏 嗯 现在其实你看到 整个财经新闻 都很 很乐趣混乱的 你可以说 因为什么呢 就是 通常那晚出了些数据不好 市场就会上升 因为经济复苏 原来没有想象中不乐观 很多人没有工作 所以就没有条件加息 所以市场就升了 嗯 其实现在制紧着 它不可以跟着 通胀同步加息 就是经济前景未落观 嗯 而这个未落观 会不会说 看到一天突然间 全面很乐观 似乎不容易的 嗯 所以我觉得 都有一段时间 还是低息 如果是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 第三章的内容 如果你继续听了 就是 在低息环境之下 比如你是拥有资产者的 你怎样可以 无盘生理 或者叫做 可以利用低息环境之下 是可以有一些月入的收入呢? 这个就涉及到 你怎样使用你的资产 获取一些月入 这个呢 继续留意 我们第三集会讲 我又想问问你 喂 喂 现在呢 为什么最近会突然之间 会有 很多人说 就是说这个 所谓的债券知识呢 是到不了两厘呢? 为什么会这么多人说 这个 topic呢? 其实因为呢 美国联储局呢 有一个target 就是说 它要控制那个通胀 不可以高过两厘 嗯 就是一直有这个 这样的一个目标的 嗯 其实联储局本来的定立呢 就是它要令到通胀 不可以过热 嗯 但是就 后来在几年前呢 就加多一个target 就是它要 维持一个 所谓最好的 最理想的失业率 就是说 不可以被失业率太高 所以它有两个target 嗯 那么呢 而白威尔在去年 因为去年下半年呢 就 就说 它可以 等一个叫平均通胀 去到2%以上 才考虑去收缩 那个金融的QE 那么 所以2%里面 经常拿来提着 那接着呢 就是现在 怎样提着呢 因为现在 经常都 那个 那个知识率呢 去到接近2的时候呢 大家就很紧张了 咦 是不是到当初 说的target了 嗯 但是第一就是 现在美国 其实应该它分两步做的 就算 经济数据非常好 它第一步会做的 就是先是减慢那个买债 就是那个量化宽信 因为中国做了两个 第一就是禁止到 食物很低 第二就是不断定期 去市场买一些债券 等银行等金融机构有现金 嗯 那它不断拍益 正在付钱出界 那所以它要先是收缩了 那个买债规模 才再考虑 是不是调高食口 嗯 所以现在那个 其实市场一直在说 大家在看 正联储局的底线 嗯 所以其实现在 这个 下跌了一点几 2.2 1.75 其实大家在看 究竟会不会令到联储局 改口风 嗯 而实际上到现在官方 都没有改过口风 是一些委员出来说 有可能会提早 减慢这个买债速度 这个是 但是又要想 就是他们的解释 就是联储局 这是一个短期现象 原因是因为 你派了钱给别人嘛 就是那些人拿着钱去买东西 或者是经济 那个消费 那个购买力 即压了那么久 突然间 可以出街买东西了 一下子放松回 那不代表经济 整个周期真的复苏 最重要就是他在看 那个失业率 嗯 所以 这个是一个 讲了很久的话题 嗯 但是你看到其实 这个话题真是打击的呢 其实现在打击到一些 现在没有盈利 要靠盈利预期的那些公司 例如科技股 嗯 因为呢 其实所有的估值 都要除回利息 嗯 他就会看 他们现在的资金成本 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 他们的估值 就会去压调 嗯 反过来呢 有现金流 或者有一个稳定派息公司 就受惠了 因为真的有钱在手 嗯 那 这些时候 我们就通常还原 看看 对哪些投资理财 有启示 嗯 但是这些是一些永恒的题目 就是 哦 经济好 又怕可以加息 但是经济不好 又怕经济不好 所以 其实好看当时的市场 最焦在什么位置 嗯 现在其实有两个位置 一个就是 物价是不是这么上升 因为你看原材料 好像很恐怖 酮价升到傻了 嗯 一方面就是经济 失业率 好像一直在高位 就没下来 嗯 就是这两个在那里 就是挣扎的 你刚才一直说 看上来低息的环境 仍然会持续 一段的日子 是 但是呢 还有可能 就是一些人在想就是 如果加息 如果真的突然间加息 那是不是对股票 市场会是一个 就是一定会 会摔倒了楼市 或者摔倒了股市 如果传统来说 加息周期一开始 一个市场是升的 因为通常 传统来说 是什么意思就是 为什么会有加息周期呢 就是经济业 就是经济过业 经济一个高增长 跟着通胀上来 跟着央行需要用加息 控制通胀 所以这是一个 熟的周期 一个初期 嗯 去到什么位 就是加到一个位置 就是加息的幅度 或者加息的总值 已经多过 经济增长的动力 什么意思就是 成本太高了 例如说 那个经济增长 周期走到一个开始 又胜极而衰了 所以通常都是加息 去到中间的位置 就市场开始塌 嗯 所以现在一直都是一个 现在好像提早预知了 意思是说 那个经济根本就 没开始增长 但是就已经 大家在预期加息 然后默价已经上了去 上了去之后 政府又不够胆 或者应该央行不够胆 马上去用息口去控制通胀 现在是有少少时间错配 那么当然一个解释 就是因为今次是 COVID-19 就是将整个经济 好像突然凸凸了一段时间 消费也好 民间消费也好 很多东西积压了 现在一次个放出来 那里去得很快 但是呢 一个 製造成组织 即是一个生产层面 其实未复苏 那就更加不同步 现在就是 看看那种不同步 是否最后会归回 一个传统周期 一个简单的循环 或者说 其实可能等不到 那边已经塌了 因为现在的情况 就是很多生产企业 不是很好的环境 但是其实就很多 你见到 你的方面就好像很长黄 那你现在那种不平衡 但是传统加息周期 其实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 奪命负 通常刚刚开始加息发现 大家应该是最高兴的那种预计 好了 我们概括讲一下今集 我们讲了 就是这个低息的环境 我们估计 仍然会有一段日子 譬如有一年 甚至是更加长 至于今集我们讲到 就是整个大趋势 简单来说 就是人越来越 寿命越来越长 所以我们可能 整个投资理财 是要考虑 就不是只是资产增值 而是怎么利用的资产 产生一个月入 这一方面 我们未来两集 都会给大家一些具体的建议 至于下一集 我们会讲什么呢? 下一集我们就讲股市了 在这种环境之下 如何去透过股市 achieve 到我们刚才所说的目标呢? 好了 今天讲到这里 再一次呼吁大家 就是如果你是对我们这个 理财系列 有一些什么的意见 在我们的YouTube 就是老徐就是徐氏论 范祖德那个就是叫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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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些留言 老徐也有一个patreon 也是叫徐氏论 希望大家给我们多一些意见 如果大家的反应是 positive 我们可能会 做完三集之后 再去延续下去了 好了 今天很多谢范祖德 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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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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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